自你离开以后 从此就丢了温柔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 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 嘟嘟起起到了嘎嘎课 嘎嘎不撒起呀 那我要回课 作品做好了美 就这么简单 最后一简单 一切都是天注定 是不是这样也挺美的 关注我 查看更多的插画小视频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 具佳的装饰化一作品 这件装品用自然元素 创造出自然的作品 它适合多种环境去装饰 如果这里的巨家 这里的书房 这里的阳台 找一只竹筒 绑上一个饰管 插一根绿叶 加几根藤蔓 再加一朵花 作品做好了美 就这么简单 喜欢插画艺术 请关注我 查看更多的插画小视频 明天的作品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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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品做好了美 就这么简单 咱们明天见 很多人都知道花卉市场里面花杆比较短的花会非常的便宜 今天教大家用便宜的短杆花卉做出一盆高大上的作品 在瓶子里面放一个一次性杯 然后把花插进去 这样是不是让便宜的花会立即变得高大上 假设遇到瓶口出的杯子会掉进去怎么办 仔细看 看我是怎么做的 同样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用一根竹签穿过一次性杯 单在瓶口上多余的部分剪掉 这个办法是不是非常实用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遇到困难时 我相信只要开动脑筋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作品做好了美 就这么简单 明天的作品更精彩